大家好 我是老刘 我现在在高铁上 大家猜这个矿泉水跟这个肉肠多少钱 肉肠多少钱 20 他才吃了多少 没有 这个矿泉水吃了 直接上高铁买他们盒饭 看看这个盒饭都是啥样的 多少钱 里边有啥菜啊 已经买了 正在等他们送过来 先把这个肠搭一下 看看 这个肉感觉还行吧 是不是 能看到这个肥肉块和肉的纹理 就是近距离 能看到吧 有这个肥肉的这个块 能看到吧 就这样 嗯 微波炉打的有点干了 外面有点干干的 蒜香味 有点咸 能吃到这个油脂味 哈尔滨红茶方味的那种汤 糖二汁现在已经10块钱被我吃光了 把这个扔到这个 胸结杖里面 五大连植的这个矿泉水啊 大连植可能不太出名吧 但这个汤家的水确实挺不错的 还挺好的 四十 其实我刚才喝一瓶 这个是25块钱的 这个是35块钱的 这个是45块钱的 还送了一个榨菜 送了一袋榨菜 扒了一下25块钱的 有肉 然后就是梅菜 对 梅菜 这块应该也是 也食肉应该 也是肉 整体有这么高 米饭的味儿还不错呢 这个是35块钱一碗的 牛肉 嗯 很软烂 然后是米饭 土豆 看你这份饭怎么样 我认为还挺好吃的 这45块钱的 这个是鸡肉的 然后这个是土豆 对 来撅一下 看看这个米饭给的多少 好 这样 它这个坑是挺深的 给的饭还是挺多的 这几个饭的坑 应该是一样深的 嗯 鸡肉啊 鸡肉 有点干柴 像是鸡虫肉 让我想起来 好像就是鸡虫肉 对 明显它这个不太够用 把我得到的这个 送的榨菜啊 都给它这个集里面 对 这个榨菜给的挺多的 挺好 我觉得咱们普通人 就吃这一盒的话 垫不一口 应该是还没啥事的 这个 四十五的它明显 这多给一包榨菜 是不是 那压比可以啊 大家可以帮忙干嘛 这顿饭花了多少钱 榨菜吃的口很多 再见吧 兄弟们 我就慢慢的吃我这个 高铁盒饭了 好吧 再见兄弟们 拜拜